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的太多了 请看 找你 这是啥呀 我们公司的规划图 图呢 这呢 这不是一根线吗 对了哟 就是一条线 我相信我们公司在我的带领下 业绩会直线上升 怎么样 坐 我五分钟就能改变你的命运 我现在做网商呢 网络传播多快呀 我呀 正在卖空气净化器 我爸一个朋友 是咱们东北三省的经销商 看 合同我都签完了 我准备垄断东北三省的净化剂 是啥 哎呀我去忘记 真事啊 哎呀你太牛了 牛 什么牛 牛 什么牛 三年以后你再夸我啊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一年上亿 两年上市 第三年我就退休 那咱好好的那咱退休了呢 钱挣够了呀 哎呦我去 我头一会听说钱还能挣够的 等到那个时候 我的钱呢就挣得够够的了 小米丽 以后你就跟我干 我们公司缺一个形象代言人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我给你定的目标是 第一年开上宝马 第二年住上别墅 第三年你也退休了 那我能不能到时候反聘呢 为啥呀 因为我不想退休 我没挣够 瞧你那没有出息的样子 哎 王小夏 你什么 我记得不是形象代言人 都得是明星什么的吗 你看我啊 行吗 这话让你说的 不就我一句话的事吗 我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我说你不行就不行 行都不行 你说我到底行不行啊 不服不行 你是真行 真有眼睛 小米丽 以后啊 公司就是咱们俩的啊 有什么事呢 你都可以为我做主 买真的呀 王总 那你说 现在需要我为公司 做点什么呢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 立刻马上 去咱们沈阳 最大最好的商场 武爱市场 买一件差不多点的衣服 回来我给你报销 不是 我这衣服不挺好的 多卡哇伊 你的品位啊 一直就上不去 现在你代表的 不是你自己 是代表我们 整个公司的形象 快去 我 快去 好好 我这样 我这样 成了成功了 那个 这个浸泡器 我是一千块钱上的 卖一千二百五 一台我就挣二百五 那个公司成立了 形象代言人也有了 现在还有一个 小小的问题 没有解决 就是这些破玩意 我什么时候 能给他卖出去呢 卖出去了 卖出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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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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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爷爷 我在这儿呢 哎呀妈呀孩子 你给我配这个眼镜 是多少瓦的我呀 看不清楚啊 是不代表咱们公司形象啊 你可拉倒 我在家里不带了 哎呀妈呀 我带上他都化 看不见 都卖出去啦 都卖出去啦 三十台都卖出去啦 连样品我都卖出去啦 快乐我的爷爷呀 你干什么 你吓死我了 你太厉害了 你是头子过去 那爷是谁 隔壁老王 年轻的时候 我是没下海 我赶紧说 年轻的时候 我要下海 我经上 那马云算老几呀 爷爷 我宣布 本月销售冠军 隔壁老王 爷爷爷爷 我采访你一下子 你此时此刻是什么兴趣 特别激动 我现在啊 我 我此时此刻 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这个孙子 终于成功啦 爷爷 既然咱们成功了 把那个钱的拿出来 咱们一起分享一下 不要一起分享 还吧 钱 那爷爷一份钱不要 你要成功了 钱肚死你的 好嘞 那走 挣钱了 买G7的钱 这是什么钱 G7钱 你昨天一台卖的 二百五 不是 谁给你定的价是二百五啊 你告诉我说一台二百五 我说的是一台正二百五 不对 你说你一台卖二百五 我说的是正正正 哎呦我的妈你啥人都呀 哎呦我怎么这么说了怎么办啊这 爷爷 啊那三十台也是这下卖出去的啊 你让家序人了 你扛人了我的爷爷呀 哎呦我的妈呀 你敢扛老人了都啊 哎呦我说孩子孩子 哎呦什么 不不不 孩子孩子 我给你 听爷爷讲 听爷爷讲 钱 钱 做买卖哪有不配的 对不对 谁敢说你开买卖就挣钱 都得配 哈哈哈哈 对不对 以后他再争 我跟你算了 没赔多少 这把就赔三百来块钱呗 哎 是不是 你真正想的啊 啊 我跟你说 我的爷爷曾经跟我说了一句话 干事 就不要怕失败 因为失败是成功他妈 啊 人生的路 哪能那么 没有坎坷呀 哪能那么平坦呢 爷爷 对不对 你要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为什么你 我是拿你的养老金 上帝货 啊 我这个养老金 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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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